换上和服到处逛逛 尝一尝到地的日本料理 不少台湾人都爱去日本旅游 更有国际航空公司2024首季就调整战线 要增开前往日本的航班 再加上24号台积电雄本场即将开幕 机票涨翻天 经济舱一张单纯票平均1.2万到1.4万 商务舱一张票涨近3万元 票价惊人 这也让航空业者将重兵集结北九州 把重新稍微做移转到东北亚跟东南亚的航线 台湾的到日本的出国率也是比较高 而且它的治安都比较好 所以就加重这个日本的商务跟观光的布局 黄航第一季瞄准台积电扩厂需求 27号开始每周增开桃园到松本五个航班 另外看好日本九州地区观光潜力 三月底开始飞往九州的航班每周增达24班 还有东南亚热门观光地区 像是曼谷马尼拉吉隆坡等地 也天天都有航班 长榮航空则看卷日本银花季 扩大九州及二线城市的布局 也要增设航班 配合航空公司的部分 我们其实有做一些包机的动作 那上半年度一到六月 可能每个月大概都是七十团到八十团的日本团 瞄卷一后出国商机 旅行社造部也不落人后 推出不少新行程 不过时速机票上涨 未来复日旅游可能得再多花点钱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